Hi 大家好,我是歐瑪 随着东京奥运的结束 很多人都会很好奇 奥运会馆这样大型的建筑物 会不会融为下一个文字馆 或者是有一些更好的运用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举几个 将奥运会馆利用的淋漓记事的经典阿力吧 摊开历届奥运的碳排放量 2012年伦敦奥运排放330万吨二氧化碳 2016年里约奥运排放450万吨二氧化碳 而这些废弃将由全球承担 各国为了举办奥运 可能需花费数十亿美元 尤其建造新的体育场馆 为选手建造选手村 还可能需要为观众提供新的基础设施 然而当奥运盛事结束后 场馆往往会因为不服使用而被遗弃 像一片废墟 历史上几座最具标志性的奥运场馆 现在看起来也像平级的荒地 于是2012年伦敦奥运的举办 重新定义奥运赛事举办的成功标准 活动不只是顺利完成而已 更要把永续概念纳入活动的规划与执行 奥运场馆不只是运动殿堂 更是ESG绿色竞技场 以2012年的伦敦奥运场馆为例 其实在建造前就先考虑到当地的使用状况 比赛结束后 奥运园区就变身为伊丽莎白女王公园 除了是社区民众的休闲空间 也成为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比赛场地 轮斗奥运的14座新场馆 有8座重新利用 水上运动中心开放当地民众付费使用 媒体中心扩建成办公大楼 摄影棚也改租给电视台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主场馆 则是用来举办英国人最喜欢的体育赛事 最近才闭幕的东京奥运 其奥运选手村也是永续利用的一大特点 日本政府联合三井不动产 三菱地所等共11间开发商 共同推出赛后将选手村改造为的勤海社区 目的就是为了持续活化东奥用地 由于该计划位于东京湾 秦海地区 秦海是由填海造路而成 昔日因为交通比较不方便 现在作为奥运逐场馆及选手村的预定地 再次受到关注 慈善宫寝的土地上 除了提供可销售的公寓大厦之外 也供应包括银法族住宅 与共享房屋等租赁住宅 总共可容纳大约一万两千人入住 并且设置商业设施 保育设施和养老院等 实际上这些选手村的住宅 早就已经有人预购 只是由于东京奥运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延期 使得这些屋主不得不延后入住 北京奥运过后 水立方有一半的面积被改造成水立方吸水乐园 常年舒适的水温 让不少北京国外游客 依常在奥运等级的场馆游泳的心愿 2002年即将举办东奥的北京 决定活用2008年 用作举办游泳 水上芭蕾 跳水等赛程的水立方 改造成冰湖比赛场地 冰立方 其实通常要长期永续的经营 是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租户才能完成 那这样子的对象呢 可能是透过国家机构来认领 或者是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法人财团 这样的空间所创造的活动 它不仅仅是带来一个很棒的经济效益之外 另外呢更重要的是 对我们的社会和环境 是要带来正面的影响力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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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